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布他们最新5月份的经济和消费者信心指数 小幅下滑到了102 英国则是公布他们第一季度GDP的修正值 下调到了增长0.3% 再关注一下整个欧元区在5月份的经济情绪指数 那是达到103.8 再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的信息 本周首次失业人数攀升到了28.2万人 另外刚刚公布的4月份的 城屋带完成的销售指数达到了112.4 环比的增幅是3.4% 也是一个不错的利好消息 而现在美元的走势则是涨跌互见的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上涨到了1.0905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5285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上升到了124.19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澳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是下降到了0.7636 而整个的比价还保持在压力线0.7770之下 猛受抛压 未来可能会看到短期之内 比价就会首先滑落到0.7635之后 下降到0.7570 但如果比价出现反弹并且突破0.7770 那就有望首先达到0.7810之后上涨到0.7840 再来关注一下星期四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进入了新一轮的盘整 那黄金的价格现在下滑到了每盎司1183美元 黄金的走势依然是在从5月18日就开始的一个下滑的轨道线以内 现在的价格一直保持在每盎司1196美元之下 可能会进一步的滑落到每盎司1182美元之后 现在到每盎司1178美元 当然了如果价格能够再次反弹并且突破每盎司1196美元的话 金价还是有望能够首先恢复到每盎司1204美元 这会上升到每盎司1209.50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下降到了每盎司16.58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吹铃三潮 财经电视